2018年2月 日本前世界级的马拉松运动员袁玉梅子 也试图在群马鞋偶着的一家超市内偷走价值 382日元的糖果 而被带过匪夷所思的 使他并不是没钱而道歉 作案时 他身上携带着2万日元 还有信用卡 这怕是在假释期间再次犯罪 但日本前桥法院的法官认为 不能像对待首发的嫌疑人那样 直接暗虑惩处 因为他们认为 梅子有病需要止 而不是简单的再惩处 这病就是盗窃领 2018年12月3日法案 判处源于梅子一年有期徒刑 缓期四年执行 法官对他说 你曾经获得过巨大的荣誉 相信 你的毅力能帮助你戒掉盗窃领 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他自己也发誓 将会克服这种不寻常的疾病 如今 已经36岁的他 来自出生在利木县 曾是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 2005年的名古屋女子 马拉松上 他夺得冠军 随后 被日本田径国家队选拔进队 代表日本参加了2005年的 克尔辛基田径市锦赛 并获得第六名 当时已经是日本女子运动员 在该项赛事上的最好成绩 这份荣耀得来的过程 也是他患上这病的根源 因为训练节食控制体重 他患上了饮食障碍 然后又是倒窃饮 一天要称四到六次体重 所以前一天都不能吃超过100克的食物 直到有一天 他实在受不了了 偷吃了一口蛋糕 他说这个味道实在是美极了 于是连吃了两块 这是他贪食症的开端 元玉梅子 还曾靠蒸桑拿降体重 但是没多久 他便动不动就呕吐 直到我高中快毕业 我跑步还都是因为我喜欢 他说 但是后来我跑步是为了降体重和少来骂 在国家队训练营期间 他就曾在晚上溜出去 去超市偷东西吃这个问题 一直到退役后还存在 他也因为盗窃被拘捕过好几次 曾经他在一个便利店偷了八样东西 包括一个化妆品和一瓶饮料而被捕 2017年11月 逐立时法院判处他一个缓期执行的刑期 同时 他开始了接受进食障碍 和盗窃饮的治疗 不过再从医院离开回家后 他都盗窃饮 又犯了2018年2月9日 他走进区马县的奥特一家大超市 干了开头那一幕的事 他在超市田市区拿了一包糖果和两块曲奇 然后走到桥料区 把这些东西藏到了上衣三个口袋里 然后 一个超市保安 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 法院表示 本来对于一个再犯的人 判个刑期是合适的 不过综合因素 都需要考虑在判决后的发布会场 袁宇梅子表示 自己决定摆脱这个盗窃饮 也希望向同样受到肝病困扰的人 树立个榜 他表示 自己已经在千叶县的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了 73岁的 Mike O'Chalky Luris 群马县一家医院的负责人 他表示 法院的缓刑判罚是合适的 治疗比城楚对梅子这样的人来说 更有效进食障碍 很可能跟盗窃饮是有关联的 尽管目前还没有理论能够支持这个猜测 他表示 盗窃饮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过度的饥饿 他说 病人病生理上的饥饿感折磨时间久了 不会因为突然多吃点就好了 反而会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比如会害怕食物没了钱没了 进而产生盗窃 欲想要储存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来满足自己 他还表示这些盗窃饮 跟病人的社会地位 以及财政状况没有关系 此外 一次成功的盗窃 本来就能让盗窃者产生再次作案的欲望 由于研究表明 每一千名美国人里 有三到六个人就有盗窃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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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